好 這是在您關於台北看守所 目前的最新進度名創作主席柯文哲 遭到積壓禁電之後 已經在看守所裡面來到第四天了 一共是度過了三個晚上 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了柯文哲 今天第四天在看守所內的早餐 是可以吃什麼 那今天早餐呢 其實是吃這個地瓜粥以及豆枣 那現在時間呢 大約是早上九點半左右呢 已經吃完早餐了 在大概一個小時後 也就十點半之後呢 就可以來吃午餐 那麼今天的午餐呢 是吃這個黑胡椒牛肉 以及糖醋魚丸 還有三絲羹湯 那就知道呢 其實呢 現在今天是禮拜天嘛 所以呢 原則上這個看守所 是不對外來開放的 無法送餐 也無法來律見 也因此呢 柯文哲律師啊 還有家屬 都是沒有辦法來到這邊的 到了之後也進不去 那其實今天呢 現場這裡是沒有太多 支持者跟小草的 在昨天一早的時候呢 是還有許多部分的支持者 來到現場要替柯文哲 喊聲跟降下 但是現在我們目前在現場 觀察呢 都沒有人喔 不過呢 土城分局依舊在現場 至少配置了七名警力 就是擔心說 萬一如果有突發的狀況 或是臨時有支持者 來到現場的話 要來維持秩序喔 好 其實看到今天的天氣呢 大概是有三十幾度 也就是說體感溫度 有到三十五度以上喔 那因為柯文哲 在開頭所裡面呢 是沒有冷氣的喔 只有一些電風扇 所以呢 對他們來說呢 是非常炎熱的喔 等於說 你在看守所裡面 最痛苦的 就是要忍耐這個熱的部分喔 好 但是因為昨天呢 土城是有下起大雨的喔 所以原則上呢 這個氣溫是有 奏降大約九度 對柯文哲來說 或許是意外的小確幸喔 那目前呢 柯文哲在裡面呢 據說原本啊 律師團隊是希望可以越早 來提快 儘快提交這個抗告書的部分 但是到目前為止 台北地方法院呢 都還沒有收到相關的卷宗 很有可能呢 律師團隊他們還在 研擬要寫這個抗告書的內容喔 就是希望呢 可以來幫柯文哲來拼一搏 擔心說萬一如果這個抗告書 遞交出去 最後是駁回的話 那很有可能 柯文哲就沒有辦法來出來 只能繼續待在看守所裡面 一待呢 至少就是要兩個月 也就是說兩個月後呢 才會來看研壓庭 確認說他是不是可以來進行交保 或是還要來續壓的部分喔 如果柯文哲抗告失敗的話呢 研壓之後 確定還要繼續再關兩個月 那麼至少在起訴前 就會來被關押四個月喔 其實時間非常的久 也因此呢 律師團隊呢現在呢 三個人就是要 也你做好相關的策略 可能最快呢 在明天禮拜一的時候 就會來遞交這個抗告書喔 要知道呢 柯文哲卷入這個金華城案裡面 除了他機名被告之外 另外四名在壓的被告 包含彭震生以及 審慶金還有應小微跟吳順明喔 四個人呢的抗告書 已經被高等法院來駁回了 確定呢就是繼續裁定羈押禁件喔 不過呢一開始這個審慶金在八月底的時候 比較早收到這個羈押禁件 進去的時候呢其實身體是有不適的 所以因此前陣子呢是有保外就醫到醫院來進行看診的部分喔 甚至人還得坐在輪椅上喔 因此呢就有相關的人士表示說呢其實在看守所裡面除了要注意這個天氣 炎熱的部分還要小心很有可能會有皮膚病的問題喔 因為其實呢裡面是非常悶熱 而且沒有不太通風的 就單聽說這個柯文哲在裡面沒有辦法承受得住的話 很有可能也會需要有這個就醫的部分 那麼對此看守所也回應說 如果被告的身體不舒服的話 都會有配合的醫院來協助被告進行送醫 後續呢也會有相關的藥物來讓他們進行服藥 會確認他們的被告狀況 好這要知道呢柯文哲在這個9月5號遭到羈押禁驗之後呢 進到看守所裡面其實規定非常的多 包含呢眼鏡呢他們都會有相關的配置喔 也就是說不可以帶含有金屬片啊鐵片都不行 那麼因此柯文哲的眼鏡是不是符合規定 如果不符合的話那他可能現在就是沒有眼鏡的情況 可能就要等到禮拜一的時候 家屬來幫他重新配置一副 或是由看守所額外來幫他配置 這是我們目前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先將時間還給棚內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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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